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终架联赛还胜最后五轮的时候 终能队落后倒数第三的上海身心五分 形势异常严峻 生死存亡之际 终能俱乐部在德比大战之前 用名帅音铁声替换了主教练肃茂贞 终能拼死保急 而对手青岛黄海志在冲超 只要能在德比战中拿分 他们就能独占积分榜首 同城兄弟兵活两重天 我们球队今年是必须得冲超 然后希望我们在冲超的那个道路上的继续前进 永创第一 我们期待我们后边还有四场比赛 加这场比赛一共五场比赛 全部能赢下 终能保定加油 比赛开始仅仅三分钟 青岛终能就利用前场任意球机会投球破门 可惜助力裁判举其示意越位在先 进球无效 整个上半场的较量 终能队充分发挥了自己投球功夫好 对抗能力强的勇势 在场面上占据上风 而青岛黄海明显受制于天台体育场糟糕的场地条件 无法组织起他们擅长的地面进攻 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七十分钟 黄海的脚球开到后点 西班牙外援马蒂克里斯皮零攻扫射到门前 包抄到位的张家琪冲顶不分 这个时候 落后的青岛中能已经没有体力组织反扑 只能无奈地吞下主场失利的哭果 得比之后 青岛黄海虔诚锦绣 而青岛中能如果剩下的四场比赛全部战胜对手 理论上还有保击可能